咱们首先看一下昨天的反馈 昨天同学们感觉还行是不是 就是出现了很多这个不认识的单词 影响记忆与之前相关的内容对吧 影响记忆与之相关的内容 这个啥意思 影响记忆与之相关的内容 把前面的给忘了是这意思吗 还是需要多加练习的更加自信的 多练习怎么说呢 这个自信是慢慢慢慢培养的 你做出来的东西越多你越自信 能力也就是记不住 这很正常是吧 还行吧加油吧 记不住就做总结 记不住就是多做 做的少所以记不住 像我昨天说的一样 像我记不住怎么办 只能多翻多查 对吧查多了就记住了